贝壳找房多名员工离职 有城市一个月关闭近40家链家店 10月12日 红星资本局从贝壳方面了解到 贝壳找房将对上海地区金融等部分业务进行调整 贝壳方面称 今年以来行业环境发生较大变化 公司据此对上海地区金融等部分业务进行调整 此前有媒体报道 深圳房地产中介协会 做了一次大规模行业摸底调研 预计2021年1至6月 深圳中介门店关停总量在500余间 占权是中介门店的近10% 天峰证券10月10日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 跟踪11个城市二手房成交情况看 二手房环比下降40.83% 同比下降34.86%